主料,低粉50克,黄油35克,花生酱30克,蛋清两个,辅量,牛奶30毫升,糖粉25克,泡打粉1.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过滤蛋清,黄油是温软化,加二分之一的糖粉手动打发,打成羽毛状即可,加入牛奶搅拌均匀,加入花生酱, 低粉中加入泡打粉搅拌匀均,将出低粉以外的材料充分搅拌,删入面粉和余下的糖粉,用橡皮刮刀切拌均匀即可,模具事先处理一下,融化的黄油刷在表面,再涂抹一层低粉烤箱预热170度,中层上下火,将面团放入模具,三分之二满就可以,170度,中层上下火12分钟,烹饪技巧, Tips一糖粉,我已经减量了,为了吃得健康一点,二泡打粉和低粉是先搅拌均匀,以免切拌湿不均影响口味,三,我用的是硅胶模具,其实即使不处理,也不沾,四时间和温度最好依据自己烤箱的火力奥武,牛奶也要折情鲜佳,面团成型后要干一些,口感才说松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